歡迎收看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由魚園大中賽事 看看雙方出場陣容 魚園今年繼續以青春班出戰 整隊平均年齡只有24歲 而大中方面 上場受傷的機會依然在後備名單 希望隊長潘民席可以暫時帶隊來抗魚園 其實魚園和大中的主場都在九龍灣 所以今天兩邊球迷都是一樣多 比賽開始 大中的球員首先開球 一來見到大中的反客為主 在右邊的邊路 快放一路攻到底線附近傳中 阿力士留後 李英偉插上頭才可惜角度差一點 這球潘民席中場攔截成功 阿力士一球冷戰放下去可惜剛中處大出 今日魚園主場在球迷面前當然不可以失威 7號的零中又路突破 扭過後衛之後 一腳傳中可惜力度太大 傳去無人地帶 大中8號李英偉今天相當活躍 這球在俄眉宇位一腳抽過去 雖然不入但也挺近磅 你有軟射我也有軟射 大中的中場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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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軟搶回來了 增肢後一腳軟射 竟然令龍門甩甩甩甩 大家嚇了一身冷汗出來 大中的中後場果然沒有用來塞球 這球回傳不拖不水 被高帆在禁區附近成功偷球 走到小禁區看好爭置下佈了一個好位 助攻給他一下鏟射入網 1比0領先 大中的後衛現在才魚蒙初醒 先失一球的大中並沒有氣力 連連搶攻 不過可惜幾次攻勢已然是無攻而運 唯有先輸一球回去更衣室 想一下下半場應該怎樣搞 而這個時候 魚園的公關人員也大搞氣氛 大派禮品 派什麼禮品呢 就派了五件的球衣 下半場開球 落後的大中想追回比數回來 但面對魚蠻襲後防的難搞之餘 還差點再失一球 又有開出佛球 又有走位一頂入網 慢著先 為何沒人慶祝 魚蠻月位在先 你進不到球 不如讓我試試看 潘文利的長傳準確找到右路的鄭景浩 魚園後防大樓的時候 阿里斯尼門兩萬一句Thank you 就把球送入龍門裏面 頒平1比1 攀平比分後 大中踢得好像自己打主場似 攻勢一浪接一浪 魚園的防線很緊張 不過內河大中的進攻質素的確是差了一點 每次都只能夠白白地令機會畫門而過 最後魚園幾天零星的反擊 並沒有出現任何改變比數結果 雙方今天最喜歡1比1握手言和 不知鄺Sir為何今天魚園自己對球表現 其實球員今天踢得不錯 今天去到尾 他們都一樣可以用到球 馬少坤是比較新人 所以他走掉了一個位置 走掉了一個球就失去了 但始終新人 如果你失了一球 不再給他機會 他下一次會踢得更加亂 所以我一完場之後 他走過來我 我就說不要緊 我說你失了球 吸一口氣再重新來過 你不能失去了一球球 就踢到亂七八糟 因為你被球迷看 現在我們的目標 都是一分一分慢慢地拿上去 等球員慢慢有信心的時候 踢上去